但是RV这么怕的我感觉也就东方 我感觉可能是因为练度练少了最近 这个赛季控岗其实登场率负高 不像以前 它不是同车赛道 你这样昨天封载 真就只能说没贴死 就跑了一个24.3 你这要是节奏衔接稍微快一点 23就来了 好跑空岗的23是真挺好跑 这件 同车赛道 先看第一局的起步 但19.33 19.34 他们喜欢选这张图的一大原因是 每一次跑这张图他们两个人总有一个人出去 对 而且稳一个19中小不同问题 看一下这次谁出去 重起步是挺快的 拉一个三分以后不朽内线 帅心杀出 不朽最近两场比赛的起步杀出率也挺高的 嗯 就状态越来越好了 嗯 登空 有地 看一下谁先追呢 还是淡奶先追 嗯 但这一局其实对重的考验挺大的 对 因为他最近两场比赛更多是看到他在后边 起步杀不出来之后节奏会乱 嗯 就是落后的时候可能压力会更大一些 嗯 呜 淡奶在这边追 呜呜 这个断空 直接一个内线 直接反超了 就凭借细节反超的 是 其实像刚才AZ的阵型来说也确实应该淡奶去追 因为淡载超车的方式要更多一些 是 但这一局后面重跟的很好 嗯 对于 哎 呜 反 测了吗 这是 而且重也一秒开外了不朽直接两秒开外 就一个弯道两个人都失误然后分差瞬间拉开 从一分拉到现在可能要四分啊 还是19 21 四分 一把四分 哇可惜啊对于琴球来说 真的可惜 你相当于哥了75% 嗯 但打一季其实也就是 也就是这样 你得绷住 必须得绷住 就哪怕 第一拿不到你得跟着 嗯 不然分差一下子扩大太大的话 到后边想要追就没那么好追了 对 落后四分 那黄河万体分流对于A系来说用车压力就不大了呀 嗯 一辆哈雷特再加上一辆战刀就可以 他们就以最常规的用车去应对就好了 都不用纠结了 就哪怕输分 哪怕你对手拿两辆哈雷特 没事 他也不亏 而且黄河这张图完全可以 东方先拿 其实赛也刚打过 哎 手感震热 对啊 这成绩拿出来以后也有机会突破一下记录啊 记录的话黄河联赛成应该是1分00.18 0.1 对 压力肯定是不大用车压力 对 对于琴酒来说看琴酒要怎么去用吧 谁来用这个哈雷特 但如果说按照记事挑战赛的手感来看的话那是 东方 东方跟 和不朽 对 和不朽 但黄河又是中的之前的王兔刚出道的时候 所以对AG来说可能还得猜一下您 琴酒是用谁来开这个哈雷特 当时二年从全国公开赛一直到联赛 众一直把这张图当成 呃二位也好 solo也好的一个王图 嗯 手头四分 这个第三阶段对于AG来说好像难度挺大的 对吧 挺大 因为他们输给了 这下 嗯 对 就昨天比赛 竞速和道具 都输了 这个就相当于这三二原本比较 危难的一个处境 现在变到了AG这边 是 看一下用车 哦 双战要双裁决 这一辆哈雷特不上 而且 裁决这张图 也行 他们俩竟然还记得跑法 其实 最开始 裁决的优先级要比战要还高的 对呀 但是因为裁决有他 海滨 特定的赛道可以用 但第三阶段没海滨 也合理 我觉得先看会不会跑法吧 反正敢选肯定有点东西的 哎 中这边 好像车头没调整过来 是 落后距离稍微有一点远 但还好 秀 不朽是经常会有自己的一些理解 嗯 就是一些弯道的过弯理解 对 他有自己的跑法 所以谁下去了 东方 而且这个 15有点大呀 3.2 3.3 哦 不朽在求稳 嗯 这个点能不能过来吧 还可以 没问题 这拐的有点大了 方这个点不能再掉了 再掉 就微下了呀 东方路线没问题 嗯 比较求稳 那看来 已经4.7了 这采集的跑法他们还记着 然后留两个小分 这里 点票一下 是 快出 延续过来 1分03秒17 可以啊 东方这里 4.20 输2分 输2分 新一分 哎那这样的话对秦俄来说大赚 当然 就这 这样的节奏就是 请酒这边 需要在这场比赛也是我们赛前所讨论的 状态 如果说他们选择这种赛道 去抓AG这边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甚至是短板 抓AG的练度 对 倘若说真的能抓到的话 那他们前面的稳分就会为他们奠定一个优势 或者说 埋下一个伏笔创造一个机会 对 但是前面这个车间啊丢这4分丢的 很亏 是亏 但还好黄河找补了2分回来 他们下一张图每周只要能跟得住 甚至如果说能拉平然后赢个1分 那就赚很多了 拉平就行 因为拉平以后后面至少还可能还有一两张图是他们掌握着选途悬的 可以再带一波用处的节奏 哇那选手现在这个练度真的 黄河这一张图的裁决跑马都得记着 这练度真的挺 挺大的 尤其是淡载系的 这个你不觉得更夸张吗 是啊 因为大家之前在用裁决的时候 淡载其实是还没有回归的 而且其实我觉得感觉淡载要记这些图的跑法更多的是凭自己的理解 他不用太死定一倍的去记 你要是还是跟年轻人去拼这些训练量啊 拼日常的过途啊 那你就相当于己之短去攻其他人之长了 就凭游戏理解 对 就换句话说打到这个年纪比赛就得多动脑子 哎 两个弯道过来之后一季双领跑 只能先bill1但是bill完1以后他明显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这相当于没bill啊 对 因为这个距离是一样的 这个外卡呢 怎么说我觉得 这是东方送上去的 对 这个对于东方来说测身都测不过来 嗯 但东方还有一个ECU的 可以再往前追一追 但这一局要看众 能不能跟到这个时分 但但但在 确实是真的拉不住啊 而且不走经道都不走 真稳 只有东方走 但在这个位置就是可以走 但没必要 补了一个夜 得把重力放进来 但是 两个人卡位 卡到了一起 都跳到一秒开外 而且应该是进不了10分了 那 大亏 这一局 东方还能够再跟一个9分 是AG领先2分 2分 黄河找不回来了 嗯 比分又回到了4分 请就的一波配合失误 还是4分分差 在 但在今天其实就很明确啊 求稳就行 对 他把这个11分能够稳住的话 那对于请就来说 你再怎么稳 也给到东方太高的那种活跃 是啊 他也没想着说 就包括从首途的选择 包括他这个 这几局跑下来的一个跑车风格 他就想着 把请酒这边的战术 给扼杀在摇篮里 只要他们有 只要AG有一个稳定的得分点 那其实请酒今天就 想以这个方向去攻破的话 其实就会有点难吧 对 其实能够做到这一点 也是蛮不容易的 而且但在请物不是把把都冲出来的 就像每周跟 首途车间这两张图他都是没有 出来然后凭借自己的后追去追回来的 现在已经是三连冲了 但是 不要想其他 面对请酒想拿77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刚刚反正没有想 我觉得蛋仔应该也没必要想 不要 就对于他们来说啊 现在一场比赛的胜利比什么都重要 对 就万一他们今天在请酒这边 真翻了车 那这真的是拍大腿 这一个赛季白努力了 我觉得都 仅仅拍是不够的 这得拍骨折啊 那后面 源源不断的考验 看一下 AZ这边要怎么介绍 三连冲的蛋仔 那下一局 请酒选途 要开始他们的布局了 我这内心直接变开了 中这个意思有bill的 这相当于没有bill吧 对 东方这个哎 他是因为自己脱飘了 所以没办法冬至侧身 嗯 但是从不朽的视角来看 中确实是有点慢 不朽那个顺策卡位 很熟练啊 梦会鼓鼠 四辆孙悟空 没有赛事差 还是显得到了 传统的情景的王主 对 但还好是没有赛事差 对于蛋仔来说有机会 嗯 但是也仅限有机会 这无数次的 已经有很多队伍 向我们证明 或者请酒向我们证明 想在他们身上去拿到这个里程碑 不可能 不可能 对 就他们前代是丝毫不慌的 看着起步 请酒双银套 蛋仔一个甩尾之后 先敲一个 哎 单喷 但是蹭上行行以后 蛋的速度还是慢 对 他也是一个WCW喷 嗯 但这样都不好吻的 中指掌图是挺稳的 乌乌蛋没弹出来 这个影响还好不大 还要看后面的细节 转向 这个转向 这个就是路线 平跑的一个差距了呀 断空 看下能不能跳起来 哎 都跳起来了 对 有个小喷 直接拉凌小跳 要提前下去吗 中这一局扛压呀 没有 点飘过来 不休也在后边纠缠 是 不休这一次要帮蛋仔去卡位 哎 帮中去卡位 去卡蛋仔 但是没有卡得很好 这玩意有点早了 对 中在前面这个侧身好像没碰 哎 连带下去了 这起飞路线 中还是第一 是 请就来说这一局赢分啊 是的 虽然是空开淡气啊 但是没关系 这一局能够扳回 两分 这个卡位有意思啊 蛋仔其实刚刚在那边 后面的半端一直被不休卡位的同时 他一直在 切换状态 嗯 就是时而求稳 然后但是看到前面有机会之后又想去求极限 但是这个机会其实中并没有完全给到 嗯 这中其实在空中挡了一下的 应该是 腾空之前 嗯 嗯 因为蛋仔从点飘的时候那一个路线就突然间面很诡异 有点像断空飘的卡快速 有点像 有点像 但 呃 他是因为他那个点飘太洗了 确实很洗 施速很少 起码跟中当时同一时间对比的话是要比重快很多 但中还是第一 嗯 现在仅差两分 哇 这几天比赛这 两分的次数挺多的呀 嗯 上次一场比赛 九局打出几个二 六个吧 哦 五六个 然后最后结束还是二 对 然后今天又开始三局二了 对 关键 那场比赛比较有意思的是 都是 领先两分反超一分 都是AG 如领先两分反超一分 嗯 那AG对于现在的局面会比较熟啊 而且这一次比上次轻松多了 现在 被追回两分还领先两分 是啊 都掉下去了吗 点飘下去的 对 看这里 哦呦 太细了 这个点飘 它是采加带的同时点飘的 这个路线选择有点 大的判断了 对 一路向前 状态切换没切换明白 来回切换切错了 对 哎 但在前面 不断的厮杀 东方在后边玩的可开心了 但是他也能稳住分 对吧 刚才跟十分的是东方啊 是啊 这种刚刚往右拐了一下 把东方挡到第四去了 哎 但这个路线挡不住了 挡不住 不过不朽这一次很快 哇 东方这个过山车玩的真对我 这段空飘 对 有没有人下手 对于断载这个点越危险 又被眼带了一下 其实能过去 但过去以后也不好控 嗯 但这两张图跑的 有点难受 但这一局东方出来了 这是东方带飞 对 挺久 两根感觉又要打起来了 但不朽在前其实还好 不朽的操作衔接度要比重好一些 就是重就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 衔接失误 对 对 接下来 那这一次 但在后面又磕了一下 就是个同分啊 想要九分的话 应该是有点难了 对 但重这边也跟不进去 那东方 很稳啊 这一局 哎 但在那边 后面又要跳秒了 东方这个快速 跳了吗 三点零八 那请九 再追回一分 只差一分了 而且打的都是同车 没有任何赛车战术 打完五局 现在只差一分了 今天请九的战术 打得非常成功 先来将王图 黄和万里奔流 打你的练度 我觉得 都得包含在熔电车间里面 没有熔电车间落后那个四分 他就要接招了呀 是 接招就不好过了 就把车间的这个丢分算在里边了 对 就这一套连招 反而感觉还是蛮舒适的 至少打到现在 那接下来请九这边的难题 需要他们攻克的 就是绷住 对 坚持住 对 就哪怕说要面对到 AG的一些选途 他们一定要绷住 这一套连招就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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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差一分 请九还能再选 两种方向 今天他们的选择就是 打自己的练度 或者说 打对手的练度 其实除了一路向前以外 现在就黄河还有孟茴鼓鼠 都算是偏冷门的一些赛道 在竞逐图里面大家选择的比较少 像孟茴鼓鼠可能看队伍吧 WGM千群solo会打 然后KZ会打 然后剩下的可能就请九会打 可能越上也打 但是现在打 对 越上也打 打的次数也都不多 你看一张打对手的练度 考验对手的练度 然后后面孟茴鼓鼠 跟一路向前都是自己提醒准备的 明显的感觉到这两张图 他们跑的胜很好的 是 而且这两张图 弹彩是一个九一个七 把前面三连冲的弹彩给限制住 但是东方这两局就是10分11分 稳住了局势 嗯 就是AG总有一人能站起来 那请九现在双人47分啊 看下一手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什么图打的比较少 先看回放 但是这是被领带的 你看瞬间的失速 对 刚好踩到不朽的车身上去了 就落地的一瞬间有点小对抗 雪山之巅 这张图 反正用青黄倒是挺舒服的 这张图这个赛季挺冷门的 对 但是大家的练度肯定不低 是 但是 最近 一定是跑的比较少 但可能有肌肉记忆在 看一下吧 以及双领泡 对 这个起步太顺了 一个抢内线一个外线 对 配合真的很默契 大家看稳定性了 这张图其实你 甩尾一点你加个青杀 还是挺好稳的 对 甚至说 东方现在接重杀也可以 因为重杀他放慢一些 不假 但是不能脱飘啊 但其实还好 只要能跟上就行 只是落后的时候 东方没有领泡稳 反射 ECU 我这个ECU 诶 节奏乱了 嗯 而且这里速度慢很多的 诶 但调整得很快 是 厉害 已经回归正常的节奏了 起段延续 下来以后再一段延续 看这里也跳一下 WCWW 直接按拐 快速没点出来 诶 点票调整 东方这个调整 真的有东西的 有理解的 那 中也出现了一个失误 应该跟不到一秒之内的 后面三跳秒 两分 现在三分了 加赛边缘 嗯 再选第七张图 请就来选 嗯 但中最后真是个人失误啊 没有人影响他 然后原本是稳稳的能跟一个十分的 应该是在WCWW街甩断的那里 嗯 上一场我也可能 或者说磕了一下 哇那 哇这第七张图 选什么呢 你说打机甲叉吧 不好打 就我刚才看到了 像一梦青花 这种图 就给你玩起步 对要不要试一试 那得起双机甲 双哈雷特 对又或者说 如果你要是 考虑到 王哥 过往的一些班图啊 其实想打到加赛 我觉得对于球员来说也不难 你上墨影青龙 跑阿尔法 哎 对吧 我觉得加赛应该是有 但是但是我觉得不好吻 不好吻 甚至 你如果要是 打到蛋仔这个点的话 对吧 哎呀 有点难选 一天掠影要是 有练的话可以 一天掠影不朽应该是练的比较多 之前公开赛也打了 对呀 你这样图一记翻过车 而且当时一天掠影好像还是公开赛的首图呢 看他们怎么选 嗯 因为 不好猜 我感觉什么图都有可能就困难 图可能 概率会低一点 五星级以上 五星级以上应该不会选 因为五星级以上 现阶段你想打开一些 自己的战术 或者自己的理解 近乎于不可能 就如果说五星级以上就一定是同车 对 而且大家心脑不宣就会拿最强的车 对 然后赛四行的话 有可能会有一些 不一样的赛车差 对 那一定会是最强的鸡脚 就比如说现在 元吉在外面是吧 疾风机场选回来的话 你应该得用元吉吧 对 我觉得可能得打这一种 上连下场丢了一分 神都 莫影青龙哈雷特 中在这一张图上 上绝招了呀 嗯 莫影青龙在这张图上跟哈雷特打 只要 莫影青龙正常 节奏跟哈雷特一样不失误的话 是一定能抄的 这属于实战车 即时其实也是 一样的 但其实考验会比较大 东方冲出来了 A不朽没弹出来 AG双领跑 是 这张图也是领跑会很舒服 这张图 中已经把自己的第一次 View出来了 对 点票反超了吗 看路线 还可能有一波对抗 WCWW 屋檐上的断空 下来以后 哎呦 没跳得过来 连带雷下站在 这个连带很轻啊 但这一局对于众来说 他必须得把这个地益给抢下来啊 而且现在的距离其实是不正常的距离 这个就是东方的细节明显可能比众要好很多 5 直接反超 但1.4还是不够 对 一个ECU顶多赛能拉进0.4 这个ECU赛表 0.5 没了呀 断空飘 有练过的 也没有什么失误点了啊 只剩下最后一个断空架一路延续 这是单载卡带的第三名 是这把03.68 我们可以恭喜AG 7局比赛 拿下2v2个人竞赛的第一大分 最后一张图 秦舟也尝试着选出神都 再用出一辆出其不意的墨影青龙 想要将比赛投入加赛 但是 无形当中啊 其实这一辆墨影青龙也给了自己非常大的压力 后追的压力 对啊 其实这几位选手 你会发现真的是 尤其是东方弹仔吧 谁在后面可能他的稳定性都会照 丁好和差很多 对 然后再包括像晴九这边的两位也是 他们可能需要在跟车的时候 距离在0.3以内 也就是他能看到对方才行 看不到的话细节就 可能会有一点点紧张开始 对 然后出现一些失误 不管怎么说还是得再一次恭喜AG 以稳之胜 今天的战术落实了也非常的好 而且感觉今天东弹两个人跑的还是比较的松弛的 对 一点都不紧 两个六十六一个六十八一个六十三 嗯 晴九这场比赛打的也很稳 就是酷朽的军分是稳定了自己之前平民的军分上 中文的话提升不少 对啊 对啊 弹仔今天不是在被连带就是在被连带的路上就是准备要被连带了 好好好 MVP还是给到了弹仔九点七亿的个人的军分 四次封键 恭喜弹仔成为本轮旧赛的MVP 真佩服 我现在确实是用脑子用镜面在打比赛 而且同时还得有自己自身够硬的硬件 对 就是这个基本功我觉得已经完全不用担心了 对 啊 真的对于他来 对